受到疫情影響已經有兩年沒舉辦的高雄馬拉松 將在十月底盛大登場 而這次除了是有全馬 半馬跟10K路線之外 還非常應景 設計了3K變裝遊行組 跟萬聖節親子派對 要讓所有的年齡層跑著一起來共襄盛舉 春春藍白色 啦啦隊服 拿著彩球跟著音樂 熱情無動 帶給臺下觀眾青春活力的感受 不只啦啦隊活力四射 連樂游台大哥哥都上台駐鎮 就是因為受到新冠肺炎影響 已經兩年沒有舉辦的高雄馬拉松 現在終於一甩疫情陰霾 歡樂回歸 這次還採納民眾意見 把活動時間改到十月底 過去都是在一二月的時候辦馬拉松 但是常常被批評就是說 可能因為東北季風所以空污 因此我們試著調整我們馬拉松的時間 到十月底在東北季風還沒有出來之前 那所幸這幾天天氣也慢慢變涼了 我相信對跑者來講都是一個好事 貼心調整活動時間 就是讓跑者可以攪出最好的表現 也因為這次馬拉松跟萬聖節時間相近 賽程不只有傳統的半馬和10K路線 還首創3K的變裝遊行組 以及萬聖節親子派對 從十月二十九號開始 就有一個萬聖節的Party 那我們這個3K的範圍其實非常的短 但是我們希望所有的親子 所有的好朋友還有大小朋友 大家可以甚至帶著你的小狗狗 你的寵物大家一起來跑3K 這次的馬拉松報名人數超過6000人 除了變裝主題還有許多親子活動以及抽獎 還有重新規劃過的賽道 讓民眾邊跑步邊飽覽山河海港美景 適合所有跑者一起來共享勝局 記者綜合報導